你們用 這好嗨喔 用他的嘴堵住你的嘴 用他的嘴堵住我的嘴 他叫我 問我 不要問我 他說不出來 你喜歡嗎這樣子的方式 我是覺得我又把他推開 我說你現在很不舒服 你趕快先去洗個澡 然後 喜歡怎麼再說 對 就沒事了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就一直有責怪他 一定要有正確的時間觀念 不能讓我等那麼久 可是這樣你知道 壓力很大耶 有時候比如我跟他約 就兩點逛街好了 逛逛逛逛到四五點 是不是可以喝個 下午下午茶好 下午茶喝喝 晚餐呢 是不是要吃個晚餐 但我永遠就會先回家 不是 你沒有晚餐 麗婷你早上六點 你去養個吃豆漿嗎 你吃完豆漿 六點晚上要去養個 你逛街啦 六點就 六點早事也開了 早上去養個吃豆漿 吃完豆漿中午可以吃 上去養茶 晚上你還有體力我隨便你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好辛苦好可憐 對阿 所以你會嗎 會限制女朋友去哪裡 會 我就不喜歡我女朋友 跟她的朋友一起去夜店 我太喜歡 對 因為就是有一次 我去年都在國外工作 我因為是唱歌的 然後我女朋友還在台灣 然後她的朋友就是叫她 她們就說她們要一起去一個夜店 然後就說好 她跟我說我要去 我說好啊 然後就玩了很開心 剛好那一天就是我的生日 喔 她就幫你記住 只是你一直在線 沒有而已 好像是這樣子 好像是這樣子 然後再上班 然後下班 然後朋友就串個LINE給我 就說 欸 你是不是還在跟這個人在一起 我說 是啊 然後她就拍個照 然後給我看 就是我女朋友跟別人在 Kissing 然後她就說 到底 到底是什麼狀況 然後就跟我朋友 因為剛好那個夜店的老闆 她是我朋友 然後就說 你幫我處理一下 她說好啊 然後就回家 我都沒有跟我女朋友講 就是隔天早上 她打電話跟我說 欸 其實昨天晚上 有沒有發現一些事情 因為 她那邊有一個 好姐妹 我跟她問我什麼事啊 我們要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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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的好姐妹一直說 欸 因為Duli在國外 說不定她在那邊 做一些壞的事情 所以 就一直在鼓勵她 你知道嗎 那邊有一個男生 一直在追她 一直在追 然後她的朋友就說 啊 你可以啊 沒關係 因為她一直在國外 說不定她有在偷吃 什麼什麼什麼的 嗯哼 所以之後我就覺得 她跟那一些朋友 他們去看電影 或是去KTVOK 但是去夜店屋 真的 是怕玩太風就對了 對啊 一定會有別的男生要追 這個OK 這個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妳在那邊喝酒 什麼什麼的 那妳剛好 妳的那好姐妹 妳剛好妳的好姐妹 是有點壞壞的 那好像要故妳做一些壞事情 我可能沒辦法接受 欸我們問一下單身好了 單身的應該比較荒唐吧 會比較荒唐一點點的原因是因為 那一次是剛好因為沐西妍結婚嘛 然後她在結婚之前的時候 我終於了解為什麼她那麼害怕 進入婚姻了 因為真的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會被管了死死的 然後所以那時候她在結婚之前的時候 我們幫她辦了幾乎快一個月的單身party 真的假的 還出國 還去了韓國 然後我們就一群女生這樣出去 然後最後呢 她結婚了after party 就是連結婚喔 終於懷孕了對不對 她沒有懷孕啊 她沒有懷孕啊 我以為單身party一個月就懷孕 我以為單身party一個月就懷孕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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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身party是我們 單身party 你們的單身party 女生怎麼會懷孕 對 然後後來就是最後一天 就連她婚禮結束之後 她明明就還很累 然後還拖著疲累的身軀 然後還是堅持要出來 因為她覺得那是她 感覺就是人間最後一天 就是可以跟姐妹hand out的最後一天 所以她就很興奮的就出來 所以我們那天呢 也替她準備了幾位猛男 而且是真的還蠻帥的 就是 妳這樣打給他們喔 沒有 就是 真的就是 每個都是那種像model身材啊 然後 然後 還蠻帥的 對就是都很帥 有練過 但玩多high呢 不就是找來的猛男 對啊 對這樣就可以就是 讓她盡情的摸啊 因為畢竟可能有些你知道 結婚之後老公身上可能 就是沒有那種八塊肌 或者是六塊肌 但是在結婚之前的時候 她就可以盡情的摸 然後 她現在結完婚了 對 她現在可以常常再跟你們出來嗎 就會 就會變得比較少了 有時候男生不要管太多 嗯 小儀完全不管我 真的喔 然後她就是每 她還讓我自己去紐約待了半年 哇 然後她再來找我一個月 說我一個人整天在紐約待了半年 然後呢 我不管去哪邊喝酒 她都很放心 但是 我這種要省錢啦 因為我都喜歡約那種吃飯的時間 我六點就開始喝九點半都到家了 啊 我很早場 趕時間趕快進入狀況的啊 對 但是因為她都不限制我 所以就變得我現在很愛回家 嗯 我就覺得我九點半十點差不多要回家 但是是我自己心甘情願 真的 對 所以我覺得 你自己心甘情願比較好啊 但是我以前很愛玩啊 我也從玩到常常三四點不回家啊 我年紀大呢 開始比較乖 就不用限制文明啦 文明年紀大我一歲耶 對啊 真的會這樣 因為有的 你會遇到有的 就是說 你每天黏她會覺得 很煩對不對 對 突然她三天不跟你聯絡 你自己會害怕 沒錯 你會覺得說 奇怪是怎麼樣 我覺得李懿是不是就用這個方法 是 而且她很妙就是 她為什麼跟我在一起 原因是 這麼久會想跟我結婚的原因是 我是完全不管她的人 嗯 我連她 我跟她上級到 喝到沒有回家 誰 我老公喝到沒有回家 嗯 你不知道嗎 我早上五點多起來 因為貓把我叫醒 我就弄東西給貓吃 然後我就房間看她 欸 沒有回家 我想說 那可能還在喝酒唱歌 那我再回頭睡一下好了 早上七點半起來 我再去房間看 她還沒回家 好誇張 我就心裡想 這是哪一通 這中間你有 比如說 傳簡訊或打電話找人 沒有 她是大概十二點半出門的 她出去完 我從來不打電話 嗯 那我那一天早上七點半 我想不可能 她是不是醉倒在哪一個路邊 或怎麼樣 我打給她 我說你 你怎麼 你喝到哪裡去了 她說沒有我在三地睡覺 我說蛤 嗯 我說你怎麼會在三地睡覺呢 比 好 讚 而且她不是睡沙發 她是睡車上 她就給我一個理由說 我怕回家找到你 妙的 她平常看到早上四五點 還不就回來了 很貼心的 對 我覺得 有些時候喝醉酒的時候 會想比較清楚 你這招不錯 這樣是告訴我 我也可以這樣講 對不對 如果這樣的理由 三位可以接受嗎 當然不行 但是不行 我覺得媽媽還在晚都要回家 玩到過夜 可以嗎 不可以啊 各位誰可以 沒辦法接受啊 不可以 沒辦法接受 尤其女孩子 你要到哪裡去過夜呢 我的話 我就會想知道她的狀況 你在哪裡 我不是要你馬上回家 但是你在哪裡 你很安全 對安全很重要 然後可能會再問她一些朋友 比較沒有那麼醉的一些朋友 她還好嗎 我靠你啊 你要照顧她 你要先搞清楚狀況就對了 對 因為我不是 我不是不相信她 我是 是不太相信她 我是怕 安全的問題 怕其他人 其他人 對 那我就好奇歐洲呢 歐洲 瑞士跟西班牙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因為我也覺得 如果她 三點四點 都沒接電話 就 對 我覺得有點可怕 就 我就害怕 安心 對安心的 但是我知道 有一些女生 她們合作的時候 就不利電話 因為她們 操作 所以 如果我相信她的話 我就沒關係吧 我只是想知道 她要去哪裡 跟誰這樣 對 都是安全的問題 都是安全的問題 杜力應該就是 不會擔心 她只要確定那女的回來之前 要打電話給她 對啊 提醒我 我自己回家 提醒你說 她要回來 要回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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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管是姊妹濤 還是兄弟檔 出去玩 其實是無可厚非 對 可是呢 還是要守規矩 是 因為呢 日子還是要過下去 是的 要長長久久的 對不對 所以呢 祝福大家玩得開心 但是 記得 該回家的時候要回家 今天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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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心點 拜拜